浮雲歲月 曹家道所著的 半自傳小說 該書講述了作者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成長經歷 作者通過描述人物的生活和社會環境的變遷 聚述在香港及中國近幾十年發生重大的故事 而讓讀者勾起他們的集體回憶 並讓他們感同身受 二十年前 在愛爾嘉姐陣曹善的指導下 我開始了一段神聖的任務 當時 著名的旋王董浩雲去世 董家著手編讚一本董浩雲日記 主要根據董先生生前的日記 詳述他的生平 董家委託中文大學的鄭繪恩教授撰寫此書 並由該校出版 日記中提到董浩雲與我先輩曹耀先生的交往 但需要進一步補充 因此董建華和董建平董浩雲的子女 要求我二家姐提供相關章節 曹耀先生在香港的銀行界享有盛名 但由於二家姐早年赴美求行 她對曹耀先生的商業活動了解有限 而我與先輩相伴多年 對其成就及曹家的背景有更深入的息 因此最終責任落在我肩上 隨著讚寫的深入 我發現曹耀先生在中國和香港的 歷史時跡充滿人人入聖的故事 經過約十年的努力 我終於整理完成了一本名為 《浮雲歲月》的著作 如今 我的作品已形成一本半自傳式的著作 雖然可能不會成為長銷書 但對我而言 是珍貴的回憶與成就 透過這本《浮雲歲月》 我希望給更多人了解歷史和價值觀 並激發他們思考歷史 最可貴的是本人伴隨先輩一段歲月 發掘了不少感人的香港故事 從而勾起我們的集體回憶 這實實在在地展現了中港過去的痕跡 《浮雲歲月》 我們的集體回憶 《浮雲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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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